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已经对循环结构有了初步的了解 体验了用简单的循环结构来解决需要重复处理的问题 那么在循环结构处理的过程中 我们会不会遇到还需要做判断的情况呢 循环结构是不是像分支结构那样也有嵌套结构呢 我们又如何用编程语言来实现循环结构呢 带着这些问题开始我们的学习吧 第二课 循环结构的嵌套 通过上这课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循环结构 我们如何用VB编程语言来实现循环结构 之前大家还学过了分支结构的嵌套 那循环结构的嵌套又是怎样的呢 下面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如何编程实现循环结构 在上一节课老师给大家留了两道思考与讨论的题目 这是第一题 同学们已经把这个流程图填写完整了 我们发现这里的I等于1是为计数器设置的粗值 I小于等于9是这个循环的循环条件 而S等于S加I乘以I加1 是累加器工作的语句 这些都是上级课当中非常重要的学习内容 再来看第二题 同学们都知道了 这个流程图描述的算法功能 是将输入的数求累加合 但是老师想问一个问题 输入的最后一个数-1 它有没有加到累加器当中呢 对 肯定没有 因为当输入-1了以后 循环条件就不成立了 所以循环体就不再执行 直接输出S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最后输入一个-1呢 它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它起到了控制循环的作用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1称为结束标志 接下来 如果我们要编程实现这两个算法 那我们就要了解VB语言当中的循环语句 VB语言当中常用的循环语句有两个 一个是读while loop语句 另一个是for next语句 读while语句的折行过程是 先计算条件表达式的值 如果值为true 则折行一次循环体中的语句组 遇到loop语句以后 再次计算条件表达式的值 如果仍然为true 继续折行循环体中的语句组 这样不断地重复 直到条件表达式的值为force 才中值读while语句的执行 那么for语句又是怎样折行的呢 for语句 它首先把初值付给循环变量 接着判断循环变量的值是否超出中值 这里所说的超出有两种含义 即大于或者是小于 如果不常为正值 超出是指循环变量的值已经大于中值 如果不常为负值 超出是指循环变量的值已经小于中值 当循环变量的值没有超过中值 就执行一次循环体中的语句组 然后把循环变量的值加上一个不常 再复给循环变量 重复这个过程 一直到循环变量的值超出中值 就结束循环 不常为1的时候 step不常可以省略 我们先来看问题1 计算S等于1乘以2加3乘以4 一直加到9乘以10的值 我们知道 这个循环结构中的循环体 它需要重复执行的次数 是由循环变量RA来控制的 RA的值从1到9 每循环一次 RA的值就增加2 可以用for语句来实现 我们来编写程序 先将累加器 S设置初值为0 然后 for for i等于1 to9 step2 循环体 就只剩一句 S等于S加 i乘i加1了 当执行到Next i的时候 会返回到for语句 将循环变量i的值 加上不常2 再次判断 循环变量i的值 是否超过中值9 没有超过9 继续折行循环体 这样 一直到循环变量i的值 超过中值9以后 结束循环 输出S的值 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 如果循环变量 初值 中值 和不常 都很明确的情况下 我们用forNext的语句来实现循环结构 就非常的直观和简洁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当X不等于-1的时候 则行循环体 当输入-1以后 循环条件不成立 则退出循环 当我们遇到需要输入的数据很多 而且不清楚具体有多少个数的时候 这是一个控制循环的好办法 那能不能用我们刚才学过的 forNext语句来实现呢 显然不行 因为for语句当中的初值 中值和不常 我们无法确定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读完语句来试试看呢 我们来编写程序 先S等于0 输入X 判断X不等于-1 我们用dewwhile X不等于-1 如果条件成立 则行循环体 S等于S加X 再输入X 用loop返回到dewwhile 再次判断循环条件 如果成立 则继续循环 直到循环条件不成立时 退出循环 输出S 从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看到 读while后面的条件非常重要 它决定了循环 是否能够执行 现在我们知道了 实现循环结构 有两个常用的语句 那么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 我们怎样合理的选用呢 请同学们想一想 左右两个框中的程序代码 分别是通过什么 来控制循环的折性过程的 从我们所举的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for 语句 它是通过次数 控制循环的折性过程 如果我们事先 可以确定循环的次数 就可以用for 语句来实现 而读while 语句 它是用条件 来控制循环的折性过程 所以 循环结构 基本上都可以用 读while 语句来实现 读while 语句来实现 讲到这里 老师提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对问题一 是采用了for 语句来实现循环结构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读while 语句来实现这个循环结构呢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们下课以后讨论哦 下面我们来练一练 求s等于9加7加5加3加1的值 请同学们仔细阅读一下程序1到程序3 找一找有没有错误 如何修改 我们先来看程序1 for i 等于9 to 1 循环变量ri的初值大于中值 所以不常不能再是正2 应该改为-2 再看程序2 因为读while 语句当中的循环条件是i大于等于1 所以我们必须补上循环的初值i等于9 再看程序3 for 语句当中因为有不常为-2 也就是在每次循环的直行过程当中 会对循环变量ri的值-2 所以在循环体当中就不能再写i等于ri-2了 这些容易出错的问题 我们在编程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加以注意哦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循环结构的嵌套? 上级课老师曾经举了一个聚加格力的算法例子 课后就有同学跟我留言 他说老师你这个算法设计的还不完整 我说哪里不完整呢? 这个同学就说 如果需要在家隔离 光隔离不行 还应该每天坚持测量体温 这个同学的意见提得非常好 说明我们的同学在认真学习的过程当中 还能积极思考 并且对现在的防控措施非常了解 但是如果增加了测量体温 就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也就是如果体温正常 继续居家隔离 如果体温不正常的话 那么应该练习去医院就诊 这就需要用到分支结构了 所以要考虑体温问题 我们就需要在原有的循环结构当中 再把这个分支结构嵌套进去 因此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 还是会有在循环结构中嵌套分支结构的需求 那么循环结构如何嵌套分支结构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需要设计一个算法 找出十个整数当中所有的偶数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要求找出十个数当中的所有的偶数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十个偶数 重复十次输入数据并进行判断 需要用到循环结构 判断数据是否为偶数 则需要用到分支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流程图 首先我们用I等于1 I小于等于10 I等于I加1 来控制循环十次 然后在循环体中 每次输入一个整数X 用分支结构来判断X 是否为偶数 是的话 就直接输出X 不是偶数的话 则继续输入下一个整数 这种在循环结构当中 再嵌套一个分支结构 我们称为 循环嵌套分支结构 下面请同学们说说看 右边这个算法 它具有什么功能 这个流程图 是否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呢 这个流程图 是循环结构 嵌套了一个分支结构 分支结构判断的整数X 是否为偶数 如果是 把X累加到A当中 不是的话 则把X累加到B当中 这个过程一共重复十次 所以算法的功能是 分别计算 十个整数当中 所有的奇数核 与所有的偶数核 大家不要忘记 变量A和变量B是累加器 分别累加奇数和偶数 所以要给A和B设置粗值 也就是A等于0 B等于0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学校机器人社团 准备制作一个消毒机器人 可以每天晚上 定时的给所有的教室进行消毒 学校教学大楼有6层 每层有10间教室 你们能帮助社团 为消毒机器人设计这个算法吗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对每个楼层的每一件教室都要消毒 是一件重复的工作 可用循环结构来实现 先考虑楼层 先考虑楼层 教学大楼一共有6层楼 假设变量L表示楼层层的编号 循环条件为L小于等于6 我们来画流程图 用L等于1 L小于等于6 L等于L加1 控制循环折行6次 让机器人从一楼开始 将一楼所有的教室都消毒完了以后 再上二楼 再到三楼 最终到达六楼 接下来再来考虑 每个楼层有时间教室 假设用变量J来表示教室的编号 循环条件为J小于等于10 我们用J等于1 J小于等于10 J等于J加1 控制循环折行10次 也就是让机器人连续消毒实践教室 现在我们综合起来考虑 因为机器人每到一个楼层 都要连续消毒完实践教室 所以我们把消毒实践教室的这部分操作 嵌到楼层里面 我们用列表的方式来观察一下这个算法的折行过程 当L等于1 也就是机器人到达一楼的时候 J就从1一直到10 也就是机器人在1楼连续消毒完实践教室 然后L等于L加1 L就为2 机器人到达2楼 同样连续消毒实践教室 接下来 机器人再到3楼 4楼 一直到L超过6 循环结束 那么消毒完成 这种在一个循环结构当中 再嵌到另外一个循环结构 我们称为循环嵌套循环结构 简称双重循环 我们通常还把循环L称为外循环 把循环结称为内循环 刚才我们通过帮助社团来设计 消毒机器人的算法流程图 知道了什么是双重循环 以及双重循环的外循环 和内循环的折行过程 下面老师又要提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在设计算法的时候 将外循环和内循环互换一下 那机器人的工作顺序会怎样改变呢 这个问题也留给你们课后讨论哦 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用独Y语句或者是用拂语句来编程实现循环结构 同时我们也讨论了 如何用循环结构当中 嵌套分支结构 或者是嵌套循环结构来解决实际问题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课后留了思考题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思考和讨论 对循环的嵌套结构 有更深入的理解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满 cambi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